工作区的切换 那我们在快速修片模式呢 可以针对常用的功能做调整 对不对 那如果你想进到更进阶的编辑呢 还有些特效的处理呢 这时候同学可以点选 全功能的编辑模式 点这里就切过来 那同学仔细看上面的文字 变得更多有没有 那表示说它有更多的功能 那photo mac的全功能模式 它就显示所有完整的功能 那由下面这个 标签可以进行切换 有DVD的哦 全功能 网页编辑等等 快速编修 它有四种标准的编辑模式 那至于详细的说明呢 请同学可以看 1-33页 1-44页的说明 那photo mac的基本操作 也同学看 1-35 百宝箱等等 后面的书本上的 更详细的说明